各位观众大家好 其实我今天也是怀着比较忐忑的心 又买了一个这个 因为这一个系列吧 我就想看看我的运气是不是到头了 只能说运气到头了 因为像这一个系列 开了五个都是不同的 所以我觉得是想再试试看 能不能再开出一个不同的 因为如果再开出一个不同的 就相当于这个系列就能毕业了 当然如果开到一样的 那我也没有办法 那也只能不毕业就不毕业了 因为这一个并不是我主要特别喜欢的一个系列 那只是想试试 因为像这一个系列大家可以看 它有几个系列还有一个秘密系列 这是属于一个秘密系列 这一个秘密系列呢 它其实就是这一个的改款 也就是这个车的 是这个车的是这一辆 这一辆我有了 当然图片上可能更好看 然后这个蓝色的 也有了 接着就是这一个也有了 第一辆 然后是黄色的也有了 然后还有是这一个 这一辆也有了 所以现在如果运气好就能开到这一辆 运气超脚就能开到这样秘密的 所以我其实也是很紧张 那么 好像空气突然安静了 开到终于开到一辆重复的了 哎呀 我就知道 虽然我自己已经做好了 做好了准备 但是当开到就是说重复的 内心还是有一些小小的波兰 我还是做不到那种波兰不经 波兰不经 还是做不到做不到 虽然这个就像别人有时候 网上也是会说 哎呀 其实我也无所谓 我那个其实看了不重看了不重 但是 其实自己内心开的时候 真的还是希望就是说 就是说哎呀 我能开到一个不重复的 所以我现在的心情还是很复杂的 就是开到那个重复的 哎呀 心里好难受 那么也没有办法 那么那也只能把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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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起来吧 对吧 把它装起来吧 哎呀 就是他这一个组装的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而且是关键的就是 他的可玩性其实也是挺高的 为什么呢 就是说 就是他这个质量还是很好的 就是他是属于我一直说的 他是属于硬塑料 硬塑料 然后就是 放在上面 就是他每一个吧 上面的武器的一个波段都是不一样的 而且他弹射 他可以弹射是 大家看见还是有些小力气的 所以说他还是射了挺直的 然后他其实这里有两档 所以这一个放进去呢 就是 就比较深了 这一个呢 就稍微前脸 就稍微前脸 所以说他这一个其实 当然他的力气其实是不大的 也是考虑到小朋友的安全嘛 所以说这一个系列 然后 那么也好 就是相当于 那我只能自己安慰了 每一辆 他的车带领 两个小队 两个小队 进行 外面的越野任务 越野任务 这个也是不错 当然有了重复的另外一个好处呢 哎呀 我也只能说一些另外的好处 另外的好处 其实就是 你可以拿一辆子 其实出去玩 其实像有一些 真的像很多 我们比如收藏一些 其实都不开合啊什么 其实对玩具也不是特别有好 就像玩具走动员里面说的 我们需要天天的关爱他 所以说现在有了重复的也可以 那我可以就天天的去关爱这几辆小车车 然后一起去玩 这是一个不错的 然后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关注及订阅 因为我也有些朋友说 你可以开一些像这种 别的UP主开的一些小5件吧 就是一些什么小的 就是女生玩的 那我说呢 还是坚持我自己吧 就是说 我毕竟这一个还是作为男性的UP主 我尽量播一些男生喜欢看的 那么各有所长 就是也 也 也那个就是做好自己的吧 然后反正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固定的一些观众群体吧 好吧 然后就谢谢各位的观看再见 再见 好 好